网报杨子新剧已确定,与大江大和同导演,男主也是实力派。 杨子的女心理师正在热播,她本人也正在拍摄电影《猎毒》,前不久的采访中,杨子也爆料自己的下一部剧已经定了,拍完电影就会无缝禁组,让不少网友非常好奇她下一部剧是什么。 近日就有网友爆料杨子的下部剧叫做《苍穹之北》,是一部航天题材的电视剧,讲述的是辞去海外工作的航天工程师和失去自信的工程师以及天才程序员的三人组成小组参与北斗工程的故事。 很多人觉得这个剧虽然看起来会上心,但剧情有一些无聊。 如果太专业的话,很多普通观众可能不喜欢看,但如果偏偶像剧的话,又会给人悬浮的感觉,所以不少网友感到担心。 据悉这部剧的男主定了黄轩,作为演技派,他的演技还是得到认可的,而且与杨子搭档的话,不少人也是很期待两人的演技大比拼。 不过从这个剧的题材看,黄轩应该是一番,而女性角色的戏份应该不会太多。 所以也有不少人对于杨子杰这部戏感到疑问。